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频繁被扎肯定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说它是我的错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没有说是我的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 跟您讲事儿啊 真事儿 我妈把养了一只鸡娃娃 是个小伙儿 挺好想的这么一个人 在泽友这个问题上呢 不喜欢自己的鸡娃娃同类 就甚至说泰迪和比雄 在他这儿都显得有点寡诞 口味重 喜欢大女人 就喜欢金毛松丝哈士奇这一类的 结果去年呢 这只鸡娃娃 它就疯狂地爱上了我妈家院里 这只大金毛 叫阿戴尔 反正阿戴尔呢 对我们家鸡娃娃从来都是爱大不理 但是鸡娃娃对他就是不死心呢 就是撩人家呢 频繁被拒绝被伤害被辜负 就是不死心 结果有一次吧 可能是在哪儿喝了二两酒 反正就是撞胆了 撩人家的时候动作有点大的 让人家阿戴尔光加踢脚 直接踢医院做手术 这场手术之后 我们的鸡娃娃 永远失去了做复兴的资格 我们的鸡仔 他再也不爱了 你说鸡娃娃频繁被伤害 频繁被渣 你能说不是他的问题吗 他不是没有守护着他的鸡娃娃啊 但是他就是不看呢 他就是爱那个渣他的阿戴尔 但是我们不都犯这个问题吗 花花世界 吃男怨狗 点不着的香烟松不开的手 放不掉的某某某 咱们不是都犯这个毛病吗 所以我没说这是鸡娃娃的错 他可以永远坚持爱他的中大型佳洋犬 但是他今天被伤害肯定有他的问题 第二点 频繁被渣为啥是我的问题 因为有可能这个感觉频繁被渣的我 他把这个被渣这个概念定义得有点太广泛而肤浅了 说白了就动不动就觉得自己被渣一下 但这不代表你就遇到了大渣男 这只代表你遇到了人类 千百年来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啥呢 天若有情天亦老 俗称对象不好找 众里寻他一场梦 王八和绿豆他不好碰 也就是说忠诚眷属的爱情 它本来就很难得到 咱不能说一旦没得到 我就觉得我被震撼 所以今天这道题 我有两个点一定要强调 承认我的问题 不是说对方他就没有问题 他爱有问题没问题 他跟这题也没有关系 第二点就是承认我的问题 我并没有说这都是我的错误 你知道错误和问题的本质区别是 错误是用来谴责的 而问题是用来解决的 我想问问我自己 在这种频繁被扎的情况下 我可不可以 能不能够做点什么 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 而不是说就在坐在这等着 命运来拯救我 因为命运 他是个不回家的人 你发现呢 你身边所有的悲剧性人物 他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不信别的 他就爱信命 人越绝望的时候 越容易信命 人在绝望的时候都需要一个解数 而命运是最简单的解数 也是最没有用的解数 你如果相信这是你的问题 这事还好办 你一旦相信这是命运的问题 完了 铺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不管你干啥 渣男滚滚来 你不信你看林黛玉 总结一下林黛玉的特点 就是他一受到伤害 就探命 就葬花 就歌颂伤疤 就托文 就挖土 就起草遗嘱嘱嘱嘱嘱嘱 对不对 如果有一天 林黛玉他想明白了 反正林黛玉突然间 他不起草遗嘱嘱嘱嘱嘱了 他也不上花了 他半夜突然醒了 他 我守候了 我不想再受到这种伤害了 我能不能做点什么 我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了 然后我刚刚要说话 对方不想进来了 不能 这就是你的命运 你说你烦不烦人 你这么说完之后 林黛玉咋办 花都得让他葬土了 鼻子 都得提前三年 就得被你气到 所以今天我说 承认自己有问题 是因为我想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因为这个世界上 如果真的有命运 这是我面对命运能做到的 最硬气的动作 谢谢 好 正方领先两票 来 双方请提提 刚才说 反思完了之后要解决 怎么解决 那得看你是怎么扎的 我的弱点是哪儿 我就怎么解决 好 我的弱点通常有什么 我的弱点通常是 比如说 就像Sherry似的 他别人说啥 他信啥 这个事咱们就要解决一下 别人说啥 他信啥 这件事情 这事你觉得不应该解决吗 好 解决的方法是 别人说啥 我就不都信啥 你说这 不对 彩琳其实想说的 就是一件事 就是你一定要加强防范意识 但是防范意识 这件事情没有加强 没有足够这个概念 你在自己的心里锁上一道门 然后再锁上一道门 最后只有一个结果 你把真爱关得远远的 你再也不爱了 小片里面 Sherry只能做的就是一件事情 以后谁也不信 Sherry这个问题 她倒不用什么防范意识 你说高了 Sherry这问题 就是你吃点脑白心 这事就解决了 好 彩琳有一件事情 你觉得问题出在被扎 还是频繁上 频繁被扎 好 OK 如果一件事情频繁做 这件事是有你的问题 那我来告诉各位一件事 各位看看二边 对方的二边言文侃 我在这季奇葩说 一共打了四道题 每道题都碰到严文侃 平凡遇到严文侃 是不是我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这四四 如果都被严文侃扎了 那就是你的问题 那就是你这四股东西 这四肢东西 是十八肢东西 这一肢东西 是一大肢东西 也是一颗的东西